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诗篇105篇 今天主日学习的是诗篇105篇 我们来看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 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 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 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 要寻求耶和华和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 他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 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 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骑士 并他口中的叛与 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 全地都有他的判断 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 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 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向以撒所起的事 他也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 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 说 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 做你产业的份 当时他们人丁有些树木稀少 并且在那里围寄居的 他们从这帮游到那帮 从这国行到那国 他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 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 说 不可难为我所受高的人 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 他命饥荒降在那地上 将所依靠的粮食全行断绝 在他们已先打发一个人去 约瑟被卖为奴仆 人用脚料伤他的脚 他被铁链困拒 耶和华的话试炼他 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 王打发他 人把他解开 就是治理众民地把他释放 立他做王家之主 掌管他一切所有的 使他随意捆绑他的承载 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 以色列也到了埃及 雅各在韩地寄居 耶和华使他的百姓 生养众多 使他们比敌人强盛 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 并用诡计带他的仆人 他打发他仆人摩西和他所检选的亚伦 在地人中间写他的神迹 在韩地写他的骑士 他命黑暗就有黑暗 没有违背他话的 他叫一埃及的水变为雪 叫他们的鱼死了 在他们的地上 以及王宫的内侍 青蛙多多滋生 他说一声 长游就成群的来 并且由柿子飞进入他们四境 他给他们降下冰雹为雨 在他们的地上降下火焰 而也击打他们的葡萄树和五花果树 毁坏他们境内的树木 他说一声 就有蝗虫 马扎上来 不计其数 吃尽了他们地上各样的菜蔬和田地的出产 他又击杀他们国内一切的长子 就是他们强壮石头生的 他领自己的百姓带银子金子出来 他支牌中没有一个软弱的 他们出来的时候 埃及人便欢喜 原来埃及人惧怕他们 他铺张云彩当遮盖 夜间时火光照 他们一求 他就使鸩唇飞来 并用天上的粮食 叫他们保住 他打开盘时水就涌出 在干旱之处 水流成河 这都因他纪念 他的圣言和他的仆人亚伯拉罕 他带领百姓欢乐而出 带领选民欢呼前进 他将列国的地赐给他们 他们便承受众民劳碌得来的 好使他们遵守他的律律 守他的律法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我们一起来祷告 是的 我们要来赞美耶和华 要来称颂耶和华 这个主日早晨 又接着这个诗篇 我们继续地来认识耶和华 而认识耶和华 唯一的回应就是来赞美他 称颂他 崇拜他 跟随他 寻求他 荣耀他 一生以他为了 是的 这是我们所要做的 愿圣灵如此地来带领 教导 指引 愿圣灵打开我们树林的眼睛 让我们认识 让我们不只是脑里 有一个知识 在心里有一个接受 我们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 实践出来 让我们的生命是充满着信心的生命 让我们的性命是建立在 耶稣基督耶和华 兼顾磐石上 设备我们一切的罪 求耶稣基督的宝血 吸尽我们所有一切的罪物 我们将今日主日学的这个课 交托在主您的圣鼠当中 一切祷告祈求 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求告祂的名 在万民中传扬祂的作为 第四十五节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我们有一个怎么样的心呢 基督徒该有一个怎么样的心呢 是一个埋怨的心 是一个喜乐的心 是一个知足的心 是一个有感恩的心 是的 我们都要有一个感恩的心 很多时候我们都把一切 神所赐给的一切 我们生命当中所领受的一切 都当为理所当然的 在2019年冠状病毒 这个病毒肆虐的一个期间 人人认识到 我们闭孔里的呼吸 在我们得病的时候 呼吸是多么的困难 氧气是多么的需要 而神一直的攻击我们氧气 当然我们居住在新加坡这个弹丸小岛 神也非常祝福这个地方 开一个水喉 就有可以饮用的食水 理所当然的 开一个叉头就有灯 理所当然的 很多时候我们都忘了 这一切都是神借着 祂的祝福赐给我们所有人的 我们在地上的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都把这一切当为理所当然 车来了 拾了一分钟 我们就埋怨 东西来了 慢了一分钟 慢了一天 我们就埋怨 雨天必须带着雨伞 我们也埋怨 为什么没有有遮盖的走廊 我们不要有这样的埋怨 我们要记得在凡事上 要称谢耶和华 在万事上称谢耶和华 不仅是在好事上 也在每天我们认为是 芝麻绿豆的小事上 我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为要是没有耶和华 要是耶和华 收回祂祝福的手 我们的生活肯定是在水 生火热当中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感恩的心 要有一个感恩的心 这是诗篇作者告诉我们的 这也是在 使徒保罗也如此的教导我们 在以弗所书 在以弗所书 他告诉我们什么呢 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来不要圣灵充满 当用诗章 颂词 灵各彼此对手 口唱心地 心合理赞美主 凡是要奉我们主基督 耶稣基督的名 常常感谢神 这就是圣灵充满的一个记号 圣灵充满的一个记号 就是什么呢 常常感谢神 常常感谢神 赞美他 称颂他 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 第三章 第十五节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 在你们心里做主 你们也为此能遭归为一体 且要存感谢的心 但用各样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 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用诗章 颂词 灵各彼此教导 互相劝勉 心被恩感 歌颂神 无论做什么 说或说话或行事 都奉主耶稣的名 借着他感谢父神 这里告诉我们 各样的智慧 道理 存在心里 不是存在脑袋当中 存在心里 记得 接受 实践 所以 感恩的心 我们不要当为理所当然的 感恩反映出一个人的心 我们要一颗感恩的心 也要一颗不忘记的一个心 不忘记的一个心 好像在生命纪的第八章 生命纪第八章这里告诉我们 你就心高气傲 忘记耶和华你的神 就是将你从埃及地 维奴之家领出来的 因你经过那大额骨 而可怕的旷野 那里有火 蛇蝎子 干旱 无水之地 它曾为你从水 使水从坚定的磐石中流出来 又在旷野将你列祖的 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 是要苦恋你 试恋你 叫你终究想不空 把你心里说 这货财是我的力量 我能力得来的 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 因为得货财的力量 是他给你的 不要坚定 他向你列祖所启示 所启示所立的约 像金纸一样 不要忘记耶和华 要纪念他 要纪念他 所以我们要一个感恩的心 我们也要一个纪念的心 所以很多时候 在我们要纪念 感谢一个人 他的贡献的时候 是在我们出版一本书 讲述这个人 他的生命的一个见证 他怎么样的来帮助其他的人 我们不见忘 我们记得 对于我们有恩的人 我们过年的时候 或者在其他特别的日子 我们会说一句谢谢的话 我们会说 我们不忘记你过去如此的对待我们 更何况是神 更何况是神 生命纪第八章也告诉我们 我们不要忘记他 而在这一切当中呢 不仅要记得 不仅要守在心中 不仅要传出来 我们 我们要行出这一切 我们也要行出这一切 要跟从 不要悲逆 要跟从 也不要悲逆 所以他口中的叛与 他所拳递的判断 等等 我们他所吩咐的话 这一切 我们都要记得 守在心里 记在脑海里 并以感恩的心实践出来 当然我们也在我们的崇拜当中 彰显出我们这样的一个感 所以诗篇的作者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带着怎么样的一个心 来到神的圣所呢 十篇一百 第四篇 当称谢进他的门 当赞美 进入他的院 当感谢他 称颂他的名 就是称颂赞美 称颂赞美 感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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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能够来崇拜神 感谢神 我认识这位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感谢神 他赐给了我这个教会 这个地方 让我能够来崇拜他 感谢神 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我能够如此的敬拜 感谢神 给了我一个交通 让我能够方便来到 那个方便的回家 感谢神 也不仅我自己崇拜 弟兄姐妹们一起的崇拜 也神也赐给我们 牧者来带领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认识神的话 一起的来崇拜他 心灵诚实的来崇拜他 这一切 当我们崇拜的时候 我们要带着感恩的心 所以我们生命当中 要有感恩的心 我们崇拜当中 也要感恩的心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带着什么样的心 来崇拜呢 我们自己要反映下 我们自己 不是愁眉苦脸 不是埋怨的心 不是说神对我不好 神对我们实在是他 不管何敬意 主都让我们甚至 他与我同在 他帮助我们 我心里有平安 有喜乐 这是一个有切信 有智慧 有理性 有实践的一个崇拜 所以我们全身 全心 全意 来崇拜他 我们的根基 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根基就是耶和王 根基就是这位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天上地上独一的真神 唯有他是值得崇拜赞美的 也因着他在我们生命当中 所实行的这一切 所以我们一起的 借着这样的一个心 感恩的心 活出我们的生命 也借着感恩的心 每一个主日 来到始祖的面前 而这个不只是个人性的 也是我们群体性的 在这里告诉我们 传扬 不是自己守在心里 感谢神 也分享出来 做见证 唱出来 勉励出来 告诉弟兄姐妹 我知道你走过一个艰难的道路 我知道你现在非常辛苦 神是信实的 就如他帮助我一样 我把我生命的见证和经历 为一个借鉴 告诉我 神是信实 神是公益 神是帮助 神是全能的 带领着我 他也能够带领着你 这也是他的话语当中 所应试的一切 而且这里也告诉我们 这里也告诉我们 我们在万民中传扬 以父之子 一代一代 以色列的子民 都来称颂他 当然这里告诉我们的 不是说救恩是能够用 因父传给子的 不是因为我父亲是基督徒 我才是基督徒 不是这样 完全不是这样 而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神是一个守约的一个神 耶和华语 以色列所立下的约 他不会忘记 他不会停留 他不会停留 他继续的守着 他对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所立下的约定 他所立下的约定 那我们外邦人呢 我们非犹太人呢 当然他也没有忘记我们 他也纪念我们 我们也被接纳入神的家 我们也感受到 这个神 他赐给的圣约 我们得到的福气 在罗马书第十一章 罗马书第十一章 二十六节 二十一到二十六节 神既不爱惜原来的之子 也并不爱惜你 可见神的恩赐和严厉 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 向你是有恩赐的 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赐里 不然也要被斩下来 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 人要被接上 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 你是从天生的野甘蓝上 砍下来的 甚且捏着信 得接的 得接在好甘蓝上 况且这本树的枝子 要接在本树上呢 弟兄们 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 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 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 等到外邦人的树木填满了 于是以色列全家 就要得救 如今上手记 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 要消除雅各家 一切的罪恶 这也告诉我们什么呢 直到外邦人树木填满了 我们就会接近 接近去神的家 在加勒太书 加勒太书 加勒太书这里也告诉我们什么呢 你们既熟乎二十九节 你们既熟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照着应许 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承受产业 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所以称颂耶和 在这里一个诗篇 当然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全国 但我们也要把这个 这个学习 实践在我们基督徒的神明当中 因为我们接近去 我们也是神家中的一份子 以色列人如此的称颂赞美 我们也同样 因为是这位同样的这位神 同样的这位神 赞美称颂耶和华 这是我们有的 该做的 不只是以心 不只是以我们记得 也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实践出来 不只是在主日 也在每一日 这是非常重要的 而在这里我们也告诉 神的话也告诉我们 神纪念祂的子民 神照顾祂的子民 因祂所立下的约定 在第八到第十一节 这里告诉我们 祂纪念祂的约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耶和华和亚伯拉罕所立下的约定 神与亚伯拉罕所立下的约定 在第一 这个是在创世纪第十七章 亚伯拉罕年九十九的时候 耶和华向他显现 对他说 我是全能的神 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我救你 与你立约 使你的后裔极其反夺 这个就是神 与亚伯拉罕的立约 所立下的约定 第十九节 你妻子撒拉罕给你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 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 做他后裔永远的约 永远的一个约定 他的约定 神的与亚伯拉罕的约定 不只是亚伯拉罕 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所以大家可以回去看创世纪的第十二章 一到三节 十三章 十四到十八节 十五章 十八到二十一节 刚才我们念的十七章 你可以念整章 当然还有我们也看到在创世纪二十六章 二十三到二十五节 神与以撒所立的约 三十五章 九到十二节 是与亚伯所立下的这个约定 而这一切约定都是直到千万代 都是直到千万代 就好像生命纪第七章 第九节说 所以你要知道 耶和华你的神 祂是神 是信实的神 向爱祂 守祂诫命的人 守约 施慈爱 直到千代 所以耶和华 是一个守约 不会施约 不会毁约的一个神 而不只是亚伯拉罕 当然不只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我们也看到亚当 亚当大家可以回去看创世纪 第一章 二十六到三十节 第二章 十六到十七节 第三章十六到十九节 挪亚 创世纪 第九章 第十六节 大卫 撒末 记下 二十三章 第五节 神不忘记 祂与祂子民所立下的约定 祂与挪亚立下的约定 创世纪 第九章 十六节 不再以洪水 来覆盖整个全球 每次之后 这个约 我们怎么知道呢 我们看到天上的彩虹 今天还有彩虹吗 当然还有彩虹 当然科西亚家会说 这些光的折射 我们理解 这是他们的解释 但神借着这一切 告诉我们 祂与挪亚所立的约 祂守着 祂在挪亚的时代守着 到今天 祂也继续的守着 祂不会 再也不会以洪水 来覆盖整个地面 所以这一切 反映出这一切 神主立下的约定 守的约定 反映出什么呢 神的无所不能 我们人实在是太软弱 我们要守约实在是无能 不是吗 很多时候我们说 我等一下就做 等一下就忘记了 一些小事情都忘记 我们是 无事 无事不能 而神是无所不能 祂能 祂能立 祂也能够守 祂也能够无所不在 你看 从亚当到亚布拉罕 到今天 千万代 神一直的同在 而且祂也无所不知 祂与挪亚立下的约定 祂怎么知道 明天会发生的事 后天呢 因为祂掌管一切 祂知道一切 所以到今天为止 祂继续的守着这个约定 而在在一切的约定当中 我看到祂的信实 祂的恩典 祂的怜悯 祂的爱心 不在我们人的行为 不在我们人的尊重 而在神的信实当中 所以祂与 这些 亚布拉罕 以赛亚哥所立下的约定 与以色列立下的约定 个人性的 也是国家性的 也是一个全民性的 因为以色列有国家 有领土 有领土 所以神记事的守着祂的约 神对我们也守着 祂对我们所立下的约定 所以祂是一位守约的一个神 弟兄姐妹们 不要说神忘记我们 不要说神忘记了 神啊 你已经应许这个 应许那个 为什么 为什么 神所应许的 祂一定会实践 祂一定 一定会实践 所以祂应许 我们将会到天家 信主之人到天家 我们有一个确信 祂应许 我们 尊重着祂的话语 祂并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 我们跟随祂 我们来侍奉祂 所以祂的应许 我们每一个应许 我们都牢牢的守着 因为神是一个 立约守约的一个神 所以弟兄姐妹们 借着神的话语 借着神所赐给的这一切 恩赐 约定 确信 让我们生命当中的信心 有一个确信 确信不在自己 不在他人 不在环境 不在能力 在耶和华 在耶和华 从第八 对不起 是第十二到第四十一节 我们看到什么呢 我们看到的是 耶和华 照顾着以色列的见证 从第十二到第十五节 他保护亚伯拉罕 在旷野当中保护亚伯拉罕 十六到二十二节 他攻击在埃及为客 借着埃及为客的约瑟 他攻击他的子 第十二十三到三十八节 在埃及为奴之家 他借着摩西带领他们 第三十九到第四十三节 在旷野为名 借着摩西 引导他们往印水之地 当然四十四到四十五节 在印水之地为国 是借着耶稣亚 所以这一切 在这一切当中 我们看到神的保护 神的攻击 神的全能 神的同在 和神的带领 在旷野为客旅 神的保护 在埃及为客 神的攻击 在埃及为奴之家 神的全能 在旷野为名 神的同在 在印水之地 进入印水之地 神的带领 神的带领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来学习的 在旷野为客旅 第十二到第十五节 亚伯拉罕得到神的保护 亚伯拉罕杀了两个人 有耶和红 他们两个人 他们的人口 人数渐渐的争夺 而他们从哈兰之地 到迦南地 到埃及 大家可以回去看 创世纪第十二章三十二节 创世纪十三章第五节 创世纪十二章 第十节 他们从各个地方 他们都得到 耶和华的保护 创世纪十二章十一到十九节 十三章 第十一到第十六节 然后第二十章 一到十四节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 不可为难我受高的人 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 这个我们哪里看到呢 先来看创世纪 二十章 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经历 亚伯拉罕从那里 向迦南地前去 寄居在加底斯 和舒尔中间的 基拉尔 亚伯拉罕称他妻 撒拉为妹子 基拉尔王 亚比米勒 猜人把萨拉 娶了 娶了去 但夜经 神来在梦中 对亚比米勒说 你是个死人啊 因为你娶了 那女人 原来她原始别人的妻子 亚比米勒 却还没有亲近萨拉 他说 主啊 连有义的国 你也要毁灭吗 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 她是我的妹子吗 就是女人 也自己说 她是我哥哥 我做这事 是我心正守节的 神在梦中对她说 我知道你做这事 是心中正直 我也拦阻了你 免得你得罪我 所以我不容你 占了她 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 归给她 因为她是先知 她要为你祷告 使你存活 你若不归还她 你当知道 你和你所有的人 都必要死 神的照顾 神的保护 这只是当中 亚伯拉罕生命当中的 一个例子 圣徒的保守 神同样的保守着 我们的生命 前几天 有一个弟兄 发一个短信说 感谢神 他在 他在一个 十字路口当中 差一点被车撞到 但是神拦住了他 抓住了他 所以不被车撞到 感谢神 是的 神就保护着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 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 是神保守着我们 不只是生命的保守 也是永生的保守 这是信徒的保守 我们一生 他一直的看顾着 保守着 没有人能够从我们 将我们从神的手中 拿出来 所以 我们都是神所分别为圣的 所以神会保护着 他的子民 他会保护 亚伯拉罕 他也不是说 他的能力有些 只能保护 亚伯拉罕 他会保护以色列 也保护你 也会保护我 就好像他保护 我们的这位弟兄一样 我们出出入入 我们要求告神 神保护我 今天我要出门 做工 我要搭公车 我要过马路 在这一切事上 神啊 你来照顾着我 你来帮助着我 我要开车在路上 神啊 你来保护着我 在这一切当中 求神来照顾着我们 所以在旷野维克里 亚伯拉罕感受到的 其中之一呢 就是神的保护 第16到第22节 我们看到约瑟的生命 从亚伯拉罕到雅各 到约瑟 是神所拣选的 在饥荒当中 神赐给他们 所需要的一切 在饥荒当中 神赐给他们 所需要的一切 而是借着谁呢 是借着一个 被卖的一个孩子 被卖为奴的 这个约瑟 因为这个 被卖为奴的约瑟 他能够 借着他和他的生命 和他的见证 借着神赐给他的能力 他能够救活一家人 创世纪第五十章 第十九节 约瑟对他们说 不要害怕 我岂能代替神呢 从前里面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 原是好的 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 成就 精致的 荒旧 神 借赐给约瑟 确实的 聪明智慧 让他认识到 这一切 都是在神的手中 而借着他 能够攻击他们一家 让 耶和华 与亚伯拉罕 如所立下的约 即使的存留下来 亚伯拉罕的子孙 在大饥荒当中 有水喝 有东西吃 而有地 让他们能够照顾着 他们的羊群 那都是 神借着约瑟赐给他们 大家可以回去看 创世纪第四十一章 四十一章 五十四五十五节 而且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创世纪第四十七章 五到第六节 而这一切是借着被卖的约瑟 借着一个被卖的约瑟 第十七节 诗篇一百零五篇 第十七节 他打发一个人去约瑟 被卖为奴仆 这个是在创世纪第三十七章 二十七到二十八节 所以在逆境当中 神也能够把它转为圣经 而不仅转为圣经 需要什么 成就一件 离我们意料不到的 在我们意料之外的一件事情 所以弟兄姐妹们 有时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看不到 我们看到 只看到我们自己眼前 为什么要遭遇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会失业 为什么生意会失败 为什么学业会 会成绩 学业成绩不好 为什么会患病 为什么会会这个 为什么会那个 很多时候 在我们生命 回顾的时候 我在想 二十年前 因为这个挫折 神带领我 走了这步 十年前 因为这个病痛 让我认识到什么东西 让我认识到神 五年前 因为这个生意失败 神让我知道 我要寻求的是神 而不是我在地上的一切 就好像约瑟所说的一切 成就今日的光景 在一切当中 守约的这位神 攻击着我们 照顾着我们 祂的全能 让我们见证得到 在埃及 二十三到三十八节 维弩自家 从约瑟到一个 约瑟在埃及地 占一个非常好的地位 直到一段日子 新的法老 不认识 不纪念 约瑟所做出的一切 出埃及记 第一章 以色列人生养众多 并且繁茂 极其强盛 满了群体 有不认识 约瑟的新王 起来 治理埃及 不认识 不认识 忘记了 神继续地祝福着 以色列 神继续地祝福着以色列 接着谁呢 接着自己认为 不会说话的一个摩西 带领着他们 出埃及 带领着他们 出埃及 而是接着什么呢 是接着实灾 接着实灾 大家可以回去看 出埃及记第七章 到第十二节 第十二章 三十一节 神祝福着以色列 拣选着他的子民 带领 摩西亚伦 接着实灾 他大能的手 领他们出埃及 而不仅领他们出埃及 他们也从埃及人手中 得到什么呢 第十二章 出埃及记 第十二章 三十五节 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形象 埃及人要精气 盈气而依赏埃及人 耶和华叫百姓 在埃及人眼前蒙恩 以至埃及人给他们所需要的 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取了 维奴之家竟然从埃及之地 拿出了精气 盈气 衣赏这一切 这不是神的全能吗 这不是神的全能吗 当你要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 当神带领你出一个非常艰难的地方 到一个你所不知道的一个地方的时候 记得神如何的带领着 以色列人出埃及到应许之地 当神要带领你出一个地方的时候 求神赐给我们信心来接受 很多时候我们都说不要 我们在这里 虽然日子非常艰难 但是 还是我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 但是神要带领你出的时候 祂会带领你 祂会帮助你 祂会攻击你 而在旷野当中 当你到另外一个地点的时候 在这个路程当中 就好像在旷野当中 神祭式的与你同在 神祭式的与你同在 所以在以色列的生命当中 他们有着云柱和火柱 有着云柱和火柱 在《出埃及记》第十三章 一二十一节 日间 耶和华在云柱中 领他们的路 夜间有火柱中光照他们 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 日间云柱 夜间火柱 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 有着云柱 有着火柱 带领着他们 引导着他们 也攻击着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吃的 我们可以看《出埃及记》第十六章十三 到十六节 喝的从磐石当中 有水有出 出埃及记地 十七章一到七节 在一切的试炼当中 神不用撇弃 神继续地攻击 所以有时候 我们在一个旷野的一个地方 有时候我们从一个地方 到另外一个地方 我们不知道 我们在这个路上 我们不知道 下一个目的地是什么 我们只知道有神的带领 记得 祂有云柱火柱来带领着我们 祂有圣灵在我们心中 祂有神的话语告诉我们 与我们说话 祂与我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祂有着一切的权柄 所以我们不要怕 只要信 不要怕 只要信 最后呢 借着约束亚带领他们 进入所应许之地 大家可以回去读 约束亚纪第一章 第一到第十一节 照顾着他们 让他们终于进入到 所应许之地 他将以列国的第四十四节 列国的地给他们 承受众民劳碌得来的 从埃及到旷野 进入应许之地 这一切的背后 都是什么呢 都是耶和华 祂与亚弗拉罕所立下的约 祂从不忘记 进入了牛奶与蜜之地 就好像我们生命当中一样 有一天祂也领我们 到安息的一个地方 到可以安息的天家当中 祂会带领我们进入那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我们将回顾 我们在旷野的生活 我们将回顾 在为奴之家的生活 我们将回顾 我们为客旅的一个生活 而在一切当中 就如亚伯拉罕 我们得到神的保护 就好像约瑟 借着约瑟 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 神就给攻击我们 借着神的全能 来带领着我们 借着神的同在 好让我们有着带领 有着所需要的一切 也借着耶稣基督 我们进入神的家 神的国 这个就是以色列的一个见证 以色列国的一个见证 我相信 这也会是我们每一个人 生命当中的一个见证 生命当中的一个见证 立约的这位神 不会忘记 不会忘记我们 祂将与我们同在 这也是祂与我们教会 每一教会的一个见证 初期的教会 神如何的试炼着他们 大家可以回去读 石头信传 初期教会是经过各种各样的波折 直到黑暗的时代 黑暗的时代 没有神话语的一个时代 神继续的与他们同在 是宗教改革 借着神所差遣的 马丁路德和其他的改革 改革中的领导 让我们再次的有着神的话语 让我们再次的回到 回到神的崇拜 真正的崇拜 让我们认识到真神 再次的认识到真神 再次认识到耶稣基督 为我们独一的宗宝 让我们认识到神的话语 是我们矫情的灯 路上的光 我们生命实践 信心唯一的信口 这一切不也是另外一个见证吗 所以弟兄姐妹们 以色列国的见证 教会历史的见证 我相信我们自己 生命当中的见证 都让我们看到 耶和华是一个守约 照顾我们这位神 所以弟兄姐妹们 也许你今天在生命当中 有着各种各样的挫折 失忆挑战 在新年当中 当每一个人欢喜欢腾的时候 你也许在困苦的一个情况之下 不要忘记 神没有撇弃你 就好像神从来没有撇弃我一样 祂将与你同在 与我同在 就好像祂与以色列同在 祂将带领我们 直到天下 保守着我们 是好像带领着以色列 进入应许之地一样 我们来祷告 是的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感谢您 赐给今天这个诗篇 让我们再次的来回顾 赞美称颂您 也让我们 借着这样的学习 带着正确的心态 来进入神的圣所 来崇拜 来赞美 我们这位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感谢神 借着这样的学习 坚强我们的每一个人的信心 赦免我们的罪 接近我们 通过耶稣基督的保险 我们将今天 主这人所行的一切 交托在主的圣所当中 祝福我们 赐给我们 从天上来的平安 以及喜乐 更有耶稣基督 永远的同在 祷告祈求 奉祝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谢谢大家